我先把这三块鸡胸肉给它洗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梅阿妹 今天打算做一道我们的炸溜鸡丁 所以特地买了几块鸡胸肉 可以看一下哦 先清理 然后给它先切一下 哎呀我们家今天桌子在跳舞 我刚才没放好吗 为什么会在跳舞呢 今天这一道菜叫滑溜鸡丁 现在呢先给它拍一点涮 哎呀掉了 兄弟站起来 多拍一点 有点有点 太少了 先给它洗一下 今天隔壁来邻居了 所以特别乱了 我先把蒜饭进来 稍微搅一下 先给它加点缓酒 有黄酒的话呢可以加 没有黄酒就像我一样 加点料酒 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生抽 加一些 最重要是盐巴一定要翻哦 不来的话就 给盐巴换一点 给它抓匀 这个这个手感太好了 真的这样子滑滑溜溜的 我的妈呀 然后呢给它加点半青 现在呢趁着它腌制哈 这个是资料 在叫哦好听 趁着腌制一会的时候 我给它把那个 切点辣椒吧 切点黄红的辣椒好看一点 我这个呢就喜欢了大块 环色的 这个是甜椒哈 这个甜椒 那个早上那个 那个阿姨说 可以给它饭几天 然后呢直接吃甜甜的 很好吃 切一下 这个红通通的好好看 我这个刀工是很一般 但是我就喜欢这些红通通的 这个给它切切块了 加点我们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呢 红辣椒 算了不要里面的籽 把它加入生粉 不要加的太多 因为它这个是滑的 不是用来炸 是用来滑的 所以是不用加太多 再加一点 今天的鸡肉有点多呀 鸡胸肉有点多 又弄得满手都水 真的 我这筷子在 我这就是摆设 怎么办 差一点点哈 差一点点 给它调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洗一个手 开火 哇 哇 我觉得 没有下雨天就是最好了 下雨的时候火都很难点 像这个 随便一点就着 哎呀 这说今天怎么有点咳嗽 加油 油 可以要跟它粘在一起啊 如果是烙差不多的时候呢 把今天游戏的有点多 顺着这个 给它打个圈 它上面有点黄色的哈 金黄色就可以给它捞起来了 金黄色就可以给它捞起来了 现在等一下再下第二锅 先第一遍给它捞起来 好 把这个烟熏得我蛮冷 让它测亮测亮的好看一点哈 油亮亮的发光 直接给它稍微的 炸那么一下 应该是和一下油 滑溜滑溜的一下 哎呀掉下来了 这个油温到一定程度的全部下来 给它夹着要点 哇 这感觉 好酸爽 这个 留一点点直接给它爆炒一下 这个火特别大 哎呀都降出来了 这个火特别的大 葱 哎呀压上 太大块了 算了吧 大块就大块吃了 哎 先把这个蒜一点 先把鸡心老倒进来 搭点电油哈 老抽散色就是好看 可以出锅了 哇颜色好好看 好的 哇 好看没有 好像有点太粗了吧 这个 我切了 妈呀 又一次深深的怀疑自己 算了 吃吧 哇这个鸡心肉 好嫩哦 我这里你们拿了滑溜的时候哈 滑溜哈 鸡丁唯一的一个关键处 第一个火候 第二个就是淀粉 淀粉一定不要放多 就像我刚才那样子 放一点就可以 如果说你把它就是放太多的话 有点像怎么说 就炸的硬硬的 这个不是炸哈 这个只是给它做一下滑溜而已 我刚口水又跑出来了 太尴尬了太尴尬了 我试试 这些甜椒既上色 又好看 而且好吃 哇这真的是甜的好吃 我一个多买几个 让它放置一下 可以生吃 听说这个生吃可以减肥 阿姨特地告诉我的 哇太好吃了 又嫩又滑 而且还没有淀粉的感觉 我一个人可以干掉这两大盘 结果这道菜特别简单 第一次做 那我觉得你看就鸡蛋 然后鸡胸肉 还有什么 蒜 然后淀粉 少许的淀粉 一点料酒 然后加点盐巴 再加一点酱油三三色 很简单 说一喜是不是 很简单哦 我天哪听不下来怎么办 特别好吃 那本期我就分享到这了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